孩子们,在认识了厘米和米,又知道了怎么样测量物体的基础上呢? 现在我们要认识一个新的东西,它叫做线段。 咱们已经知道了直线是不是直直的一条线了,对吧? 那么线段是什么呢? 线段其实就是在直线上面啊,我画上两个点,表示这样的一段距离,对不对? 那么这个直线和这样的两个点呢,它们就组成了线段了。 那根据我刚才的描述,电脑前的宝贝们一定知道了,那么线段一定是有这样的两个元素。 一个叫做那两个点吧,我们把它叫做端点,因为它在两端嘛。 好了,端点,这是一部分,端点。 还有另外一部分呢,我们说是那条直线吧,是吧? 还有这一部分叫做直线。 那么由这样的两部分,由端点和直线组成的这个图形呢,就叫做线段了。 就叫做线段了。 好了,那么在表示线段的时候,我要表示这条线段是谁呢? 我通常啊,可以在端点底下写两个字母,这里写A,这里写B。 我就可以这么表示了,我说线段AB,指的就是这一条线段了。 我也可以表示成线段BA,是不是还是这一条线段啊,对不对? 也就是说AB和BA都是同一条线段了。 这个是线段的表示方法。 好,那我简单的考一考线的选择宝贝们,你们看看我现在画的这个图形,叫不叫线段,好不好? 哎呀,来个点。 是线段吗? 不是线段,为什么? 因为它连接的这一条线是曲线吧,对不对? 那再来。 是线段吗? 不是,因为它是一条曲线,而且没有端点吧,对不对? 那么,这样一条线是线段吗? 也不是,因为它没有端点吧,对吧? 电脑前的小朋友们,你们一定要区分清楚了。 好了,知道了什么是线段这样的知识之外呢? 咱们现在就要开始把它和长度联系在一块了啊。 这一点我们也要注意了啊。 我们现在的题目要求大家画的是什么呢? 3厘米,12厘米和5厘米长的线段。 看看电脑前的宝贝们,你们会不会画? 不用着急,不用着急,先跟着我来画一画。 然后,接下来你的题目,你再自己练一练,好不好? 我们先一块来画一下3厘米的线段。 好了,都说线段线段,那一定有端点有直线。 那你说,我是先画端点呢,还是先画直线? 先画端点比较方便。 因为通过两边的端点,我就可以确定这条线段的长度了吧,是不是? 因为我知道在测量长度的时候呢,最关键的是不是就是一头一尾的两个刻度啊? 是吧? 那好了,那么现在要画3厘米的话,我就先要在纸子上面找出3厘米的地方在哪儿吧,对不对? 好了,我一般来说画长度的时候都是从零刻度线是不是开始画起的? 那么此时呢,我就先画一个端点在零刻度线的位置。 这个时候,这儿就有一个端点了吧? 这个端点出来了以后呢,我知道要画的是3厘米,所以我是不是得在这上面数3厘米啊? 对不对? 那这个从零刻度线开始的话,咱们都不用数,直接找到3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好了? 我把这个位置上面呢,再确定出一个端点,此时线段的端点就已经画完了吧? 那么这样的线段有几条? 如果要把这两个点连接起来的话,这样的线段是不是就只有一条,唯一的一条吧? 是不是? 把它们连接起来,这就是一条3厘米长的线段了。 这两下的宝贝们,你们学会了吗? 如果你已经学会了的话,现在赶紧来练习一下12厘米长的线段怎么画吧? 动笔来画一画,把视频先暂停了。 画完了,咱们再把视频打开。 画完了吗? 一样的步骤,我可以先确定端点。 0刻度线那里是最方便的,因为我在那确定了一个端点的话,那要画12厘米长的线段,我就在底下这个尺子上找到12是不是就可以了? 在这里再确定出一个端点,把这两个点连接起来,就是一条长为12厘米的线段了。 好了,这个咱们也画完了,那有的宝贝就会问了,说老师啊,说咱们在测量物体的时候呢,可以以任何一个刻度,是不是开始测量? 对不对?那么画线段的时候可不可以呢? 当然也是可以的,你只要保证它是,我们拿这个举例子好了啊,5厘米长的,是不是就可以了? 对不对? 只要保证它的长度是正确的就可以了。 那么5厘米长的线段,咱们怎么画呢? 我啊,换一个刻度开始,好吧,我随便在这上面画一个刻度,比方说我就在5这里画一个刻度好了,好不好? 好了,在这里画了一个刻度之后呢,我想说我要画一条5厘米长的线段,那我就开始想了啊,往后面画,往后面画,什么减5等于5呢? 10减5等于5吧,对不对? 也就是说,从5厘米这里要开始,走5个小格的话,应该到的是10厘米这里,对不对? 那我在这里再确定一个端点,连接起来就是一条长维5厘米的线段了,也可以以任何一个刻度先开始吧,对不对? 店长前的宝贝们,这个呢,就是画线段的方法,不知道你学会了吗? 赶紧一块来总结一下这一道题目,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吧。 这一道题目里边,我们学到的主要是两部分的积蓄,第一部分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线段。 线段其实就是直线上的两点,以及这两点之间的部分呢,叫做线段。 两点叫做线段的端点。 连接这样的两点,只能画出一条线段。 那么,怎么样来画线段呢? 通常啊,我们在画线段的时候,要从尺子的0刻度开始画,是几厘米长的线段呢,就画到尺子几厘米的地方就可以了。 当然了,如果你愿意的话,你也可以从任何一个刻度开始画,但是一定要记住,不要把它算错了。 好了,这一道题的内容,电脑前的宝贝们,你们学会了吗?